现在的孩子们必将是AI工具的使用者 AI会代替我们今天人类的很多工具 那么AI都这么强大了 孩子们还有必要学习绘画和音乐吗 春天来了 蝴蝶在画桶中翩翩起舞 我换的是一位公主 她在草丛里面跳舞 我刚刚用AI工具迅速的生成了一段 孩子不管是画画也好还是做音乐也好 最可贵的就是他们的不讲理 他们通过画画所获得的快乐 那是多么重要的一个目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纯粹用描述来创作一个作品 我们现在选三个小朋友 来通过角色场景和世界 每人说一个 据网络资料 中国有四千万孩子学习钢琴 占全球的百分之八十 在做小朋友有学钢琴的吗 三年 三年你几岁了 六岁 我从三岁开始学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尽管身边许多人都会弹琴 甚至有些人钢琴水平达到了十级 但创作音乐的人却寥寥无几 这是为什么呢 像机器世界 很深奥的 这就是不同的人 对音乐不同的理解 就来可以邀请一位小朋友们一起创作音乐好不好 来自太空的小机器 是的 这样我们来一起配合一下 孩子们对音乐的兴趣源于他们宝贵的好奇心 学习音乐最糟糕的结果 是消磨他们对音乐的热爱 比如说这个家伙 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搞笑的玩具 还可以学猫叫 这些勇敢的小朋友里 有没有哪个人是喜欢邀魂音乐 来你来试一试 实际上练琴考级和比赛并不是最重要的 关键是让孩子享受音乐带来的乐趣 这才是真正的意义所在 打赏